在灯光昏暗的王八 紧盯荧幕中五光十色的动画场景 手指不断在键盘和滑鼠之间游移 这是青少年打电玩时聚精会神的样子 甚至有时候会废寝忘食 这让父母们很担心 吃饭也在看手机 然后出去玩也拿着手机 发现干什么他都拿着那手机 直接就你会感觉到 这孩子完全就是已经变了一个人 不像以前了 被那手机已经吸引了带走了 找不到他以前那种可爱活泼的样子 特别难过 然后到后来孩子又不做作业 也不去上学 在家里还和父母有冲突 那种冲突会特别的激烈 这不是只有黄太太面临的亲子问题 据中国政府2018年的报告估计 有十分之一的未成年人上网陈颖 大街上随处可见 大家几乎是鸡不离手 不过现在中国政府介入限制未成年人 打游戏的时间 陈颖医学中心研究主任陶然也大为赞同 那么这一次国家狠了 不得已而为自 这样一做 我觉得它还有脸的识别系统 它这样一做了 真的能卡住未成年人 不能过度伤亡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也是不得已而为自的办法 中国政府祭出强制法令 限制未成年每周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 合法定节假日 晚上八点到九点玩游戏 而且采用脸部识别系统限制年龄 打击青少年网顾课业 沉迷电玩的社会现象 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专注课业与实际的人际互动 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政治 你想想这就是不用说家长 监督人啊 是什么就给他 都属他的 谁都控制不住 我认为是这样 意思是小孩 大人都没有那么强力有力 小孩才能有 那全中国这么多孩子 他也管不过来 只能自己管自己的孩子 要想不让自己的孩子出事 只能自己管自己的 正确地引导他 给他正能量的东西 中国出手管制 有人大表赞同 有人也只是静观其笑 青少年能否戒断这个电子鸦片 还得各方努力 共同监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